940-920终于立刻了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也挺喜欢看那些 好像第八九十集里面 将一些情节里面用不同的角度重复重复地做 其实第八和第九集是不同的角度去看的 其实我也挺喜欢看这些情节 所以我觉得八九集是挽回不少的分数 对于第六、第七集那些失控的剧情 我觉得那两集可以挽回不少的分数 在我心目中 但是我始终也觉得 第八、第九集 刚才你很欣赏那两个部分 它里面所交代的其实不是剧情 是情节 是情节 是的 我看完那两集 第八集 到最后 他们两个相遇 就是Esa和林楚莹 林楚莹 林楚莹相遇 这一段 你问我 哦 是 最后两集 终于重复正题了 终于重复正题了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要出现了 但是当去到第九集就好像犹大东那样说 第九集 斗圈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问我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重要的重要 其实只不过是情节 就好像 因为现在就好像 那些人看马虎的电影 嗯 现在那些人看马虎的电影 他们就是看情节 看彩蛋 是啊 那里不是有 蜘蛛盒里面 你看到他飞过 他不是在一间戏院面前飞过 那间戏院在做什么 在做美国队长舞台剧 而美国队长舞台剧是什么 在鹰眼那部电视剧里有出现过的 这些是情节 这些就算我不知道也其实是不太影响过剧情的嘛 嗯 而事实上是里面中间有太多的情节 当然了 他很努力地将 他夺得到的这些情节和剧情扣在一起 譬如 譬如 林楚迎说 他很感谢林家聪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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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余家聪 不是余家聪 他会很感谢余家聪的妈妈 借钱给他爷爷医他的病 嗯 他一直很强调这一点的 这一点的 但是 当他在剧情度 他要想的时候 其实他想了三部 他想了三部 第一部就是 那块钱怎么来的 嗯 那块钱在什么情况之下借给他爷爷爷 嗯 他得到那块钱之后 但是他得到那块钱 治病的剧情呢 他又没有交代啊 嗯 对不对 其实他是没有 我觉得有时候这些画面也重要 因为你会让我记得 就是你曾经在医院里得过一场大病 嗯 其实他是没有了这段情节 但是他之前的情节 他没有说过 就是这么对白交代 对了 但是他计算的这一段情节里面 你看看 他拍南西追的士 嗯 他又要拍 他阿简慕华去找余子明交钱给他 嗯 还有他之前他不断 他讲了几次 多谢他妈妈医了他的病 你一段这样的情节 是 你有扣除 但是你想想你要浪费多少时间去交代 嗯 我觉得是很浪费时间 你相比起到最后 到最后 余子明 他为什么他要去 林楚盈 他有时候撒乱点 余家聪 哈哈 林楚盈 对了 林楚盈 余子明 对了 林楚盈 为什么他选择牺牲自己 进去最后这一张照 嗯 其实说到最后他其实他喜欢余家聪 嗯 但是他就特意偏又不讲 避 嗯 我觉得不是避 他 他想细水长流 不是 他不想 如果你这样说出来 他又觉得好像很 TVB 是 我觉得他是刻意令到这部电影 有很多东西都很 怎么说 他承接了2月29日的感情线 他是不会做到很表面的 我上次也有说过 他这个导演的手法很日劇 嗯 他那些感情不会流露得很赤裸的 会比较低调一点 会比较收藏一点 就是好像 举个例子就是好像游场假期那样 是人都知道 你喜欢牧村托灾的啦 是人都知道博猪托灾的啦 是要拖拖拉拉搞了几集 所以他是不会真的说我是因为 就是很白的 我是因为 余家聪我才牺牲自己 他不想这样表达 为什么我刚才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看完他10集之后 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你其实就是为了铺陈这些情节 用了很多时间 我反而觉得他是刻意用很多对白去交代一些 很重要的 你可能是一两集你可能是这样的 但如果10集都是这样 我就觉得他刻意用很多的对白 去交代一些很重要的情节 而不是去 做一些剧情去交代一些情节 所以 所以我也觉得 阿John说得也对的 其实 其实这部电影就有很多情节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剧情 而不是 像你看普通电视剧 将剧情它推动 然后就带动有不同的情节 在这里 即是反过来 我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 我有点感觉 虽然我喜欢最后的两三集 但其实我不太 我不太喜欢他很刻意去含蓄这件事 嗯 即是他有时候可以很白去 去讲一些东西 但他不知为什么 所有东西都要收拾了 然后整个故事 都是给你估一下估一下 很喜欢让人估一下估一下 估一下估一下 究竟这个人有什么感觉 这个人究竟会做什么 所以 一去到结局 嗯 你们中间还有没有东西说 你们中间有没有东西想说 我中间有说 这个朱柏康 我不知道他找得好还是不好 他实际是太过抢镜了 嗯 我会说他 用了一个太用力的方法 就是他去演这个角色 他就跟其他所有演员都格格不入 所以他演得很突出 是 他就很突出 所以你那两集 即是剧情暴走 我觉得是因为阿月这个角色的问题 是 他是太用力的 是的 我也觉得是 我比较觉得很突压 跟整套 骑徒人头五集 那个 那个 那个感觉 那个气氛 很不同 自从阿朱伯康 变了坏人之后 突然间变了坏人 是的 其实是很奇怪的 就是他变坏人的理据 我觉得是太薄弱了 嗯 我原来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十我不赦的人了 嗯 硬血啊 直接变了 他变坏人的过程 太没有舒服力了 嗯 而且他 真的 就像阿朱说的 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所以变了是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 要将整套 其实最后那几集 会有一个张力出来的 我觉得大约变了 可能头半拍和面半拍的整个感觉很不同 有少少跟不上 然后就是 去到第六第七集 我有一些看到一头无水 我不知道在做什么 是的 因为他所有东西都是很快速地用对白交代 是啊 其实最一头无水的 就是结尾 嗯 你问我 最一头无水 就是你说千斤顶一按个键就跌下来 这个真是不可原谅 我想说 这个真是不可原谅 之前的 之前你剧情的所有东西 我也觉得 不要紧了 但是 问题是 当你要用到千斤顶的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按个键 它就会 这样跌下来 这个就不是千斤顶了 哈哈哈哈 没有可能的嘛 这件事 千斤顶 千斤顶的作用就是 不论你发生什么事 它都不会跌下来 这个才叫千斤顶嘛 这个九十年代的千斤顶是这样的 不会啦 是这样的 因为它本身那件事 那些都是电键来的嘛 你是按它就会跌下来的嘛 这个慢慢下来的嘛 你说 不是 如果当初它拼了市巴打 打烂了保险键 拼下来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保险键 其实 对不起 我也是够说的 你说它一拼下来就拼下来 我也尚可疑 尚可疑 最惨的就是你看完 你拼下来 其实它之前那一幕 朱柏康不是有三个电杂的吗 是 电杂是 是 他都不是一按 一按就 是 啪 哈哈哈哈 那个千斤顶 你的电杂也不如 大哥 哈哈 我觉得这个 这个千斤顶 是 是最无可恕的 我觉得 如果千斤顶 如果千斤顶 是这样的 普遍的车房仔 应该都很短命 死定了 哈哈哈哈 喂 你不过意 打烂到键 喂 就很简单 不要想 我要弄你用什么 如果我不妥理 车房仔 怎么得罪人 对不起 要弄你 原来真的很容易 禁锁就不会说 哈哈哈哈 不会的嘛 这个就是我们 但是呢 我都觉得 最过分的 都是那个 到最后的结尾 真的 例如呢 但是 还有一点 就是 我跟你说 朱伯康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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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最后的 我跟你说 朱伯康 也不是重点 坚农华 才是重点 那一幕 什么 坚农华 他跳楼才是重点 但是我又想不到 又真的太流了 其实 我不是很记得了 马金义 简农华跳下去 林楚迎许愿 对着流星园许愿 那就是 简农华有没有跌下去 没有 没有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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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没有理解错的嘛 是的 他的愿望 我现在许愿 Billy站起床 是的 然后站起床 有我的愿望成人 是的 真的流了一点 不过 当你连穿越你也相信的 这个剧情 许愿也应该相信的 我记忆中 我不记得了是否同一单 他说什么私事做流星雨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导赞出来 因为我记得 有一期六合彩 是真的有很多人做的 1234578910 不是123457 是的 因为歌旗开号码就是1234578 好像是 是的 差不多 是差不多的 原来我才发现 原来这么多人真的买1234567 是的 不是123456 是 真的这么多人买123456 所以才这么多人做的 是 我肯定就是跟那个许愿无关 你想想一下 我就是因为有这个 我的时空就是有这个回忆 嗯 让我看到这段剧情的趣味大减 哈哈哈 真是很惨啊 但是我又觉得很特别的 我觉得很特别的 就是 简墓华跳下来没有死 是 其实在那个时空的余家聪 其实还有妈妈 是 是 是 那他应该 在那个时空的时候 根据这个巴西龟所说 是 时间分裂是他妈妈跳楼 是 但是 有一点就分裂了 是 跌了分裂 如果是这样 其实 你这样 一刻你会回归到一点 如果你不回归到一点的话 那你就会有三点 但是如果你看到有林楚迎在那里 就不是回归到那一点 因为 第一点 是没有人林楚迎在那里的 Esa说的 是的 神圣旗学是没有人林楚迎的 如果有林楚迎的那一点 但是余家聪过我妈妈的舞台 那就是有第三个时间 那他就可以拍第三集 是的 所以说第三集 哈哈哈 还是因为分裂了那个时空 不知道啊 这些穿越的时候 你很难 很难自缘企述的 是的 你很难自缘企述的 因为如果你去联系2月29 2月29其实是分裂了两个时空的 是 再放回去920、940 940、920 是吧 940、920 是的 那变了他最后是因为你林楚迎的许愿之后 那之后 余家聪的妈妈没有死 然后林楚迎这个人没有出现过 就变了其实就是两个时空 其实跟29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余家聪没有死 但是余家聪没有死 就是没有这个人 但是余家聪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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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李敏的角色也没有死 就变了又分裂了两个时空 嗯 我觉得是 我不知道他 考核还是故意 将结局 将2月29和940、920 有个呼应 但是当你有个呼应的时候 其实你就 变了 你就为了呼应 那个2月29的结局 搞多了一样东西 是的 你就特意为了呼应就呼应了 我就觉得你刚才我说话是很厚切的 嗯 有些厚切的 因为 明明在第一集 这一辑的第一集 940、920的第一集 伊莎是 他告诉我什么 他想找回这个时空的余家聪 是的 因为余家聪救了他 嗯 是不是 他就奇怪 为什么他没有余家聪 而他对于他 对Rion的感情是质疑的 嗯 是 是不是 但是到最后 到最后 因为一本日记 他们搞了这么多事情了 他们搞了这么多事情 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会认为 我需要製造一个机会 给 这个时空的余家聪和林楚迎 不是第10集的 不是第10集的那一幕 是的 是的 然后回到来 他也就是凭着一本日记 他重新接受了 明明 他一直以来都说 我和你不是同一个时空的Rion 嗯 他又接受了他 嗯 所以其实 但是其实 我来到这个时代 我来到这个时代 我应该跟林郑月娥结婚吧 哇 我哪个时空都不会 我来到这个时空 Ether 其实Ether 没有回到自己的时空 Ether Ether 他回了的 不是不是不是 他回到第1集的时空 是的 他回到第1集的时空 是的 也就是没有了余家聪的时空 是的 没有了余家聪的时空 和Rion 没有了会长余家聪的时空 没有了会长余家聪的时空 没有了会长余家聪 应该这么说 对啊 有余家聪 他是作家 是作家余家聪 而到最后 他又回到最后 他也有跟进了余家聪 和林楚莹 的歌谣战 就是他们也在太空馆上相遇 嗯 你问我 我看到这个结局之后 糟了 这个就是你加 你在这一集故事 要加林楚莹的动机 其实 嗯 嗯 就是要製造这一个营博情侣嘛 其实 然后 然后 林楚莹真的好看很多的 那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出来 很好看的 他们两个都很好看的 其实你看上一集 你看Esa都很好看的 没有林楚莹那么好看 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 什么穿越 这些这样的剧情 都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 漂亮人啊 要看 漂亮人啊 漂亮人啊 然后又有情怀 然后又有文青 所以刚才我们批评那么多 其实都没有关闻的 对啊 我都看了 我都看了 没有人理过千斤底啊 只管你而已 只管你而已 只管你千斤底 对啊 你真的要千斤底啊 其实他拍得几乎都好 只要是漂亮 其实很多东西都值得原谅的 是的 我觉得漂亮是很重要的 是的 不如漂亮 一直都很重要的 还有你问我 我始终觉得 剧情上面 又没有去到粗疏到 去你要尝尝的 我觉得整个剧本是完整的 例如当你可能有任何情节的质疑 他都能解释得到的 只不过刚才我们觉得他可能有很多剧情变成对白的交代 我觉得是因为 不值问题 因为只有10集 可能这部剧有15集可能会比较好 我觉得10集其实刚好 15集可能太多了 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想说 但剧本里面有太多东西了 所以其实他就不应该有这么多东西说 他要取舍 譬如 譬如 阿月 他质疑神的这一件事 我觉得是多余的 嗯 就是你单纯说他亦妻成狂就算质数 我觉得是 是的 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关系里加到这么复杂 是 而且要么你就干脆 你就干脆 就是说他的死真是与林初荣有关 嗯 他老婆的死 但是无意义 是无心的 但是可以是无心的 还有我觉得 坚慕华那个 跟他老公拖拖拉拉的情节 真的太过拖拖拉拉了 是的 说的也是说太久了 然后你想想 你这些情节 换了他尊药 你想想 那个复仇计划是多少恶够 换了他的药 还要等他吃了 吃一排 你才报仇 这些剧情就全部都是好 你问我其实是不是都是 TVB的弊端 你先让他报仇 我 我 我觉得这些剧情 这些手法 是不应该是这套戏 是 你在金田一 你在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我觉得是合理的 是 因为他们复仇就是要这么麻烦 这个杀人计划我终于铺了8年 是的 他们就是要这么麻烦 想不到我实行就预讹到你金田一这个合家产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 其实不应该搞得这么复杂 有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主线不是他要復仇 你主线是 最主线就是 怎样时空分裂 再去讲林彩盈 瑜伽聪 以及伊萨和瑜伽聪之间的 感情 你主线是这些 你不用搞得 好像看到金田一 所以2月29 我觉得是好看一点 因为他整个故事 是 是 没有林彩盈 而且事实上是 他单纯他要 上一辑 他那个结局 他就是要设计到 他能够成功救到 伊萨 嗯 相对是容易入口一点 而且没有奸角 会看来舒服一点 是的 是的 我不知为什么会有奸角 做奸角就要很厉害 是的 就是 那个奸角 搶镜到呢 只要他出现 这么多天都能顶得到 你只要看到 朱柏康出现 你就想定 这一集 赤青一定是失控的 哈哈哈哈 不知你解释 这个也是 他在中间的时空交代 也是 交代得不好 实在太急了 很多事情 包括 其实他没有说到 我也不记得 阿月为什么可以穿着穿着这么久呢 入照 烧了张照 他们只有三个字 他们没有烧过照 朱柏康有烧到那张照 朱柏康每次都烧的 他在墳墙 他在墳墙 是不是在 林楚迎 和 余家聪来之前 他不是想知道 有烧了张照 即是烧了就回不了 烧了就回不了 他永远留在那个时空 哦 因为他每次 我相信这个都是因为 拍摄所限 嗯 有时你看到铺铛出面 明明是白天 好像这间 就是这间车房 外面明明是白天 但是他们又说他们是晚上 有时看一间洗衣室 外面又明明他们走进来 那个时候是白天 进来说他们要吃饭 接着又 接着又上院 铺铛也是早吃饭的 哦 我看到了 太阳收断事 他在这些时空交代 那里是很厂 太过厂缩 就一样的效果 嗯 我相信他本身不是想着 不是想着 穿越时空是主线 他也是可能是一些 让你有一些脆味 是的 是的 但是 大家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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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注目是如何穿越時空,時空交錯,有什麼劇情的問題就出現了 而且他主要的主旨是那個對白,就是林彩人的對白 他不是要付出代價,不是由於犧牲嗎?可能他穿不穿越,或者這句主旨,他可以用其他手法去判斷 但這次他用了穿越 另外最慘的人就是導演 我以為是參加越家中 他也出了一個帖文去向觀眾致歉 對於這個結局,其實他也承認這個結局並不理想 是嗎?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我覺得沒問題的 其實我接受的 當然可以挑剔 當然可以挑剔的 但其實整體來說,我也可以了 十集你想要什麼? 其實我也可以的 總之他就是致歉 因為他這個結局也是一個開放結局 大家留在自己 大家去想一下他們怎麼會這樣 這些結局其實都一定會有很多爭議 因為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一定會的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爭議 打給我做什麼? 對不起,對不起 這麼挫折 打著你做什麼? 導演也有說到原委 說因為封關的問題 他們去不了 原定去台灣拍 就去不了 他也有提到 本身的劇情就是 林楚營 不是 谷祖林是 林楚營的媽媽 嗯 嗯 子明也繼續是他爺爺 而他們三個都是有這個 入相的能力 嗯 但是他們每次入相後 都會受到這個 記憶混亂的困擾 應該這麼說 嗯 其實他有設計到一些事情 結果他也是因為去不了拍 他要更改大量的劇情 他更改大量的劇情 直到改到現在 甚至他也有提到 就是說 到了開鏡前一個月 他也不知道 他還是只有五集劇本 嗯 我忘記了 我找不回那個新聞 他也有道出 就是說這件事 你問我 我又覺得 這些就是 你導演的顏色 這些事情 嗯 他也有說 是歸咎於他自己 在判斷上 在劇本的判斷上 出錯誤 他沒有作出最好的選擇 之以此之類的這些說法 嗯 我又覺得 嗯 因為你有時候這件事很慘 你 是的 你作為導演 很多事情你都要負責 但是 就是 就算你去不了拍 大的更改 又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呢 嗯 還是你 只是 其實你強行去拍一個 你說這裏是台灣 啊 會不會又是一個 能夠解決到的方法呢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不知道 我也很難做到這個判斷 但是你說 嗯 要在一個這麼闖處的時間之內 如果是把劇本大執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選擇 是 嗯 啊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個人而已 嗯 嗯 那 總結 其實我也可以的 是 一套劇我也可以的 那 我覺得這些是這樣的 每一套劇都有他的生命 這些東西 因為你永遠都是 你結局 你要寫結局 就算你說無間道的結局 你可以有千百個 為什麼一定要梁慈偉死呢 他可以死的嘛 什麼 我說至少現在有兩個結局 我說無間道 兩個結局 是啊 中國版和非中國版 噢 那那個就不算了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為了敷衍中國人 不是 為了敷衍港管局 那輝副也是啊 兩個 是啊 這些純粹為了敷衍 上個星期 你不是說 不知道哪一套劇 嗯 你問是否 揮及 我忘記了說了什麼 然後我發現 其實你應該是說七宗罪 但我忘記是說什麼 七宗罪 我到現在都沒有正式 游台看一次 其實 你看Netflix也有得看 是啊 我知道Netflix有得看 我沒有時間正式游台看一次 蛤 你看Matrix也不看 都說沒有時間 哈哈 那有新的有舊的 那我也要取捨 我一天只有24個小時 就算我不是這個時空的人 我也是只有24小時 哈哈 我質疑你說沒有時間 但是你看Matrix 我也要看那個才知道不好看的 你只看造型也知道不好看的 你看那十分鐘 你沒有資格說 我真的沒有資格說 那算了 很晚了 十二點了 那我們下次再說 因為我最近 下次